连续两年的环保活动在马来西亚 关丹中华中学开始举办 那去年慈祭志工带动学生在环保站做回收 至于今年呢 则是把整个活动现场都搬到了海边 志工带着孩子走出校园 透过自己的双眼 看见环境被污染的样子 也让他们对减碳减少垃圾的落实 有更加认识 666关中战术 拿下垃圾 配合2024世界地球日主题 全球战术 关丹中华中学去去年环保支援 在与关丹慈祭合作 今年协办净摊活动 所谓战术就是战术数量减少用数量 然后我们就是想说一系列的活动 包括今天就带学生出来 然后看看他身边的环境 然后看看他身边的环境 现场就地取材 学生把淨摊的心得文书化 制作成别具一格的文宣海报 树料的便利性让我们受益匪浅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对环境的威胁 解决树料污染的问题 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大海新闻 郑上美之工廖明瑜 马来西亚报导